林一世先前是国民党的大红人 现在却深陷如此不堪的贪赌丑闻 让一手提拔他的马英九总统 成为各界攻击的剑拔 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 今天言辞批评马总统 用人毫无规矩乱了章法 应该要向全民道歉 而先前发起倒扁运动的施明德 也认为马总统应该要负起政治责任 辞去国民党党主席 前行人院秘书长林一世 涉嫌所惠重创国民党形象 一手提拔林一世的马总统 连日来遭到国民党自家立委批评 用人不当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 林一世选立委重见落马 却被拔卓出任刑政院秘书长 马总统在用人上毫无规矩 要求马总统向全民道歉 用人毫无规矩乱了章法 难怪会出事 马总统应该 郑重的道歉 严肃的内心 对于林一世涉及所惠案 苏贞昌也呼吁刑政院立即启动 刑政调查司法单位 研办速办 内阁也应该全面改组 重建人民信心 而且红杉军导贬总指挥 声明德更直接批评 马总统最大的问题 就是以党领政 越全任命林一世 应该负起政治责任 辞去国民党主席 林一世是马云九直接塞给 塞给陈冲仁 以党主席的身份乱了朝纲 侵犯了宪政 给行政院长的行政院的职权 石明德认为马总统不该兼任党主席 而这个建议国民党内也有不小的声音在酝酿 但国民党中央强调 现阶段国民党是以党辅政党政密合 马总统有兼任党主席的必要 国民党主席明年七月即将改选 林一世设断案件 会不会让马总统竞选连任党主席有变化 也引起政坛关注 记者零星朋友组台北报道